天文学家们近日发现了两对巨大的黑洞 各自位于不同的矮星系中 正在互相加速 它们被设置为两次不同的 从未见过的碰撞 天文学家利用美国宇航局的 钱德拉X设线天文台 发现四个矮星系黑洞互相竞争 拖曳着一系列巨大的气体和恒星 这些物质中的一部分 已经被吸入到黑洞中 使得黑洞在最终崩溃之前 变得越来越大 第一对是在阿贝尔13三星系团中发现的 位于距地球7.6亿光年的阿贝尔13三星系团中 另一对则出现在约32亿光年远的 阿贝尔1758S星系团中 它们将相互碰撞并合并形成更大的星系 当它们互相接近时 研究它们可以帮助天文学家理解 潜伏在宇宙中的宇宙怪兽 是如何变得越来越大的 发现过程 钱德拉X设线天文台 是一个专门用于观测X射线源的空间望远镜 它可以探测到一些其他望远镜 无法看到的高能现象 X射线是一种电磁波 比可见光更短更强 X射线通常来自于一些极端的天体物理过程 例如黑洞 中子星 超新星等 天文学家利用钱德拉观测了两个距离我们很远的星系团 阿贝尔133和阿贝尔1758S 星系团是由数百或数千个星系组成的巨大结构 它们通过引力相互连接 星系团中通常包含了大量的热气体 这些气体会发出X射线 通过分析这些X射线 天文学家可以了解星系团的结构和动力学 在观测过程中 天文学家意外地发现了两个星系团中 各有两个矮星系正在相互靠近 并且每个矮星系都有一个明亮的X射线源 这些X射线源很可能就是黑洞 在推噬着周围的物质时产生了强烈的辐射 这些黑洞都非常巨大 质量都超过了太阳的一亿倍 我们已经在碰撞的矮星系中 识别出了头两对不同的黑洞 合著者 塔斯卡卢萨阿拉巴马大学物理系学生 奥利维亚·霍姆斯 在陈述中说 用这些系统来模拟早期宇宙中的系统 我们可以深入研究关于最初的星系 它们的黑洞和恒星形成的问题 碰撞分析 第一对黑洞是在阿贝尔13三星系团中发现的 位于距地球7.6亿光年的阿贝尔13三星系团中 这两个黑洞分别位于两个矮星系的中心 它们的距离大约是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距离的10倍 这两个黑洞的质量分别是太阳的1.5亿倍和2.5亿倍 它们正在以每秒几百公里的速度相互旋转 天文学家估计 这两个黑洞将在大约1亿年内发生碰撞 并合并成一个更大的黑洞 这一对黑洞被研究人员命名为海事空 以一种宾威的长尾蜂鸟的名字命名 这种蜂鸟有着非常漂亮的羽毛 可以反射出不同的颜色 类似的 这一对黑洞也有着不同的颜色 因为它们周围的物质在不同的温度下 发出了不同波长的X射线 其中一个黑洞周围的物质更热 发出了更短更强的X射线呈现出蓝色 另一个黑洞周围的物质更冷 发出了更长更弱的X射线呈现出红色 由于这两个黑洞之间的强烈引力作用 它们周围的物质被拉伸成了长长的尾巴 就像蜂鸟的尾巴一样 这些尾巴包含了大量的气体和恒星 它们在碰撞过程中被从原来的星系中剥离出来 这些尾巴也会发出X射线 形成了一幅壮观的图像 另一对黑洞则出现在约32亿光年远的 阿贝尔1758S星系团中 这两个黑洞也分别位于两个矮星系的中心 它们之间的距离大约是太阳和地球之间距离的200倍 这两个黑洞的质量分别是太阳的1.2亿倍和1.8亿倍 它们正在以每秒几千公里的速度相互旋转 天文学家估计 这两个黑洞将在大约10亿年内发生碰撞 并合并成一个更大的黑洞 这一对黑洞被研究人员命名为埃尔菲和文图伊勒 以马赛尔·普鲁斯特寻找失去的时间中虚构的艺术家的名字命名 普鲁斯特是一位法国作家 他在他的小说中描绘了一个复杂而细致的世界 类似的 这一对黑洞也有着复杂而细致的结构和动力学 它们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气体和恒星桥 它们在碰撞过程中被从原来的星系中拉出来 这个桥也会发出X射线 形成了一条连接两个黑洞的光线 这一对黑洞的X射线颜色相似 都呈现出淡蓝色 因为它们周围的物质温度相近 科学意义 这两对黑洞的发现 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一幅震撼的星际画面 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 关于黑洞和星系形成和演化的重要线索 科学家们认为 在宇宙早期 类似于阿贝尔133和阿贝尔1758S中 发生的矮星系碰撞和黑洞合并 可能是很常见的现象 这些碰撞和合并 可能导致了一些行星系统中 存在的巨大的超大质量黑洞 以及更大的星系 但是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直接观测到矮星系内部 黑洞之间的这种合并 因此 这两对黑洞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研究这种过程的绝佳机会 塔斯卡卢萨阿拉巴马大学物理系学生 布伦纳威尔斯在声明中说 由于多次合并 早期宇宙中的大多数矮星系和黑洞 到目前为止 可能已经变得更大了 在某些方面 矮星系是我们的银河系祖先 它们经过数十亿年的进化 形成了像我们这样的大型星系 除了揭示黑洞和星系的历史之外 这两对黑洞 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测试广义相对论和引力波理论的平台 广义相对论 是爱因斯坦于1915年提出的描述引力的理论 它预言了 当两个黑洞合并时 会产生一种扭曲时空的波动 称为引力波 引力波是一种非常微弱的信号 只有在2015年才被人类首次探测到 自那以后 科学家们已经探测到了几十次 由双黑洞或双中子星合并产生的引力波事件 然而 目前探测到的引力波事件 都是由相对较小 较轻 较快速旋转的黑洞 或中子星产生的 这些事件持续时间很短 只有几秒或几分钟 而这两对黑洞 则是由相对较大 较重 较慢速旋转的黑洞产生的 这些事件持续时间很长 可能有几年甚至几十年 因此 这两对黑洞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 观测不同类型 不同频率 不同持续时间的引力波信号的机会 这些系统可以产生一种低频 长周期 高阵幅的引力波信号 它们可以被即将发射 或正在建设中的空间引力波探测器所探测到 霍姆斯说 通过观测这些信号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黑洞合并的物理过程 以及它们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研究人员表示 它们将继续观测这两对黑洞 以及其他可能存在的类似系统 它们将利用更多的观测手段 包括X射线 光学 红外 无线电等不同波段的望远镜 以及引力波探测器 来获取更多的信息和数据 它们希望能够揭示这些黑洞的精确位置 质量 自转 轨道等参数 以及它们与周围物质的相互作用方式 它们还希望能够预测这些黑洞 何时会发生碰撞 并合并成一个更大的黑洞 这些黑洞是宇宙中最神秘和最强大的天体之一 它们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 关于宇宙的起源和演化的重要线索 威尔斯说 我们期待着能够观测到这些黑洞的碰撞 并见证一场史无前例的星际大世界